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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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可以看破犯下 安静下来真实的修辞经历 那么真实的经历它又分为防复性经历 亦分别经历和原真如的经历 那么首先防复性经历的话 也就是指防复人单着明乐无面的绝授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而观修 就叫做防复性经历 因为带有一种对常略的单着 所以还是事件的残变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在修持一分别经历 在防复性经历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法我人我的空性 那么虽然远离了对常略的单着 但却执着空止对字品而观修 就称为一分别经历 它是空的执着 也是对字有的执着的一种方法 那么也是我们唯一无谬的入门之道 但是它不究竟 也是展示的结体 那么第三个是原真如经历 觉得我们修行禅定的本词深入 达到了远离空止对字的念头 按住于法性无分别的等词当中 就叫做原真如经历 那么一般一地上的菩萨 证悟了这个法性 真如又叫做佛性法性实相 那么这个时候既远离了 明乐无念的执着 也远离了空的执着 不单止有无是非等一切点 按住在不可思议 明空无二的禅定中 那么要达到这个境界 也是一步一步次跌来 首先的话通过理论 文师通达诸法的实相 再逐渐断识别 那么也就是说 先断有边再断无边 进而了之二句 非只是分别念的案例 之后依次修辞 那么慢慢的便可以去入 远离一切向的 关联离系的境界 同样是作成每个人的根基 意乐 以及个人的修辞的生前 所达到的境界 也是不相同的 那么 这个我们修辞这个的话 也首先前行的话 也是以披露七法而做 然后 归一合发心 那么 这个以披露七法而做 是身体的要诀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禅修苦行 乃至货政究竟的政务 都是依靠披露七法 那么披露七法和排浊气 不仅仅是对我们修行有利 就是对今生的身心健康 也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 现在人们的压力很大 每天能够以这种做事 休息场地 可以减少自己的压力 那么运用好披露七法 会给修行带来很大的进步 尤其像眼睛锤视 脊椎症子等腰觉都十分重要 如果坐到位 就通常所说的 身正脉就会直 脉正分就会正 分正心就会正 身体气脉分的运行 以及心都正了 那么修行就很容易 因此调整好这个做事 然后在前行的基础上 皈依和发布体型 然后再进入正式的观修 那么正行就是说 在调整好做事以后 自己具足正子正念不翻译 心不分别任何法 最开始做的时候 仿佛人分别念会很多 胡思乱想 慢慢慢慢让心静下来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 分别念 那么我们就也不去跟随念头转 也就是不追溯过去的主体 也不迎接未来的念头 现在也不流转到 六四的对境当中 虽然有一些外星的显现 但是不去执着它 做到心不改造 坦然放松安住 担心越来越安住下来的时候 修行的觉受 也会越来越有进步 这个时候尽管外境全无欢喜 然而内心也一直 就是说喜慈慈 乐融融 那么有一种乐的觉受 还有分别念 构然沉浸以后 能够目睹 凡舍的里里外外等 这是明的觉受 看看心是否升起了分别念时 认为无所升起 这就是无分别的觉受 但是凡夫人对 明乐无念的觉受 还是有单着 不会成为获得解脱之意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凭借理政分析 仁我和乏我的空性 那么空性 济子 好事 水乳交融帮 双耳圆融双运 这个时候 心在执着相方面 虽然不会对前面的 明乐无念当主 但是仍旧不能放下 执着空性的对策 这是一分别经历 再继续深入 就可以达到 只观一位一体 而远离了实质 空质 最后真正气入了 万法实现 真如的本性当中 远离一切戏论 程序 这个时候可以达到 圆真如金律 每个人自己的禅修 不相同 个人的根基 以及羞耻的身体 所达到的境界 也不相同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一个前面 远离这些违品以后 那么真实的修的时候 我们要去 这个就是锻炼 那么这个 在一种 无分别 无执着 认可法 也就是说 认可法 包括自己内心的分别念 以及外心的显现 都不执着 在自己的境界当中 毫不散乱 坦然安住 外境显现不灭 生起无分别 执着自等词 既然安住 一会儿 那么 今天的话 就是 大家要仿佛的去修 修的时间越长 入定的程度越深 气入境界 也就会越高 那么 这个大概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真实的经历 要是气入 这个里面去 就是说安住 那么 等一下 我们就再 真正的再观修 最后回向上根